关注朋友们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视频哦 在斗罗大陆魂师效应到一定程度之后,就会成为封号斗罗 不过想成为封号斗罗还是比较难的 首先有一个十万年的魂环 要想有这样的一个魂环 就必须杀到一个有着十万年年细的魂兽 这一点还是比较难的 十万年的魂环的颜色是红色的 在斗罗大陆里,也是封号斗罗才有这种魂环 唐三就有四个这种魂环 前三个是小五,大迷,二迷先寄给他的 最后一个最厉害 是一个百万年的魂兽,深海魔巨王的魂环 是一个算是最强大的魂环了 唐浩宜有一个这样的魂环 是他的妻子蓝一黄先寄给他的 唐浩在得到这个魂环之后 立刻从魂斗罗变成封号斗罗 突破了五根地的包围 七星即使为封号斗罗肯定有十万年的魂环 包括比比东,七刃雪 但是最后他们都死在唐浩父子的手里 这也算是睡在睡场了吧 最后唐三和唐浩宜都成为了神 好了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不知道大家对今天的视频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咱们下期再见